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张爱玲传》。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园》等。 我们看传记的时候通常都会关注一下传主的爸爸妈妈是谁,而看张爱玲的传记时,不仅要看她爸爸妈妈是谁,还要看她的爷爷是谁,外增祖父是谁。 张爱玲的爷爷是张佩伦,是清代的清流党之一,擅长给皇上提意见,能言善辩。而张爱玲的外增祖父就是晚清名臣李鸿章。 张爱玲在1920年出生,爸爸叫张智欣,妈妈叫黄亦泛。黄亦泛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也是一位独立女性。 两个人结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有一身落魄贵族的毛病,抽鸦片、嫖娼养姨太太。 给丈夫生下一儿一女后,黄亦泛在1924年决定跟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出国留学。 当时张爱玲才四岁,弟弟三岁。黄亦泛离开家的时候,带了几箱子古董,她的生活费基本上靠变卖古董而来。 她到瑞士学滑雪,到法国学画画,跟徐悲鸿做同学,后来跟张志欣离婚,客居伦敦。 1957年,妈妈黄亦泛在伦敦病逝,而张爱玲在美国自顾不暇,连一张去伦敦的机票都买不起。 我们刚才一起了解了张爱玲的外曾祖父,爷爷、爸爸、妈妈。 这并不是要说她的出身多么显贵,而是要看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 一个2000年帝制的国家,转向一个现代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生活要想维系平稳,非常艰难。 张爱玲从旧家庭那里领会到命运的苍凉质感,又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独立和个人主义精神。 所以她的笔调极为成熟。 我们通过一段文字体会一下这种笔调。 胡适死后,张爱玲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她最后一次见胡适。 文章中说,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珍江上吹来。 十只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 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正住了。 我也跟着像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我们看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能够感受到她所说的绅士之感,能感受到那股从时代的深处吹来的悲风。 我们读今天这本张爱玲传记,能够走进她苍凉的内心世界。 这本书的作者是于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于滨教授是最早为张爱玲写传记的作者之一。 这本传记也被读者和学界公认为最好的一部。 于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以张爱玲为题,做了作品分析。 后来,她在1993年出版了这本张爱玲传。 此后,本书多次再版,于滨也进行了多次修订。 张爱玲非常注重隐私,她的生活痕迹留下来的并不多。 于滨写这本传记的时候,不免会面临生平材料上的匮乏。 她的解决方式是,尽可能地利用已有的材料,从张爱玲的散文里寻找蛛丝马迹。 于是,这本传记很大程度上是对张爱玲作品的串奖。 讨论张爱玲时,人们常常把她视为一个传奇人物。 有人神化她,也有人妖魔化她。 但她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并不只是家世背景、生平经历,还有她独特的创作历程。 就像于滨教授说的,几百年后,假如人们被张爱玲吸引,重要的不是她的传奇经历,而是她的作品散发的独特芬芳。 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增进你对张爱玲极其创作的理解。 好,今天的解读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说说,少年成名的张爱玲,她24岁就成为上海当红作家。 第二部分,我们从1944年张爱玲和湖南城的相识,说到她1952年离开祖国大陆。 第三部分,我们讲讲张爱玲在美国的后半生。 好,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了解一下张爱玲早期的生平。 张爱玲在一些散文中写到过自己的家世。 比如《思雨》这一篇说道,她父亲留下来一本书,是肖伯纳的剧本。 她的父亲在匪页上写下《天津华北》1926年,然后又写下自己的英文名字,提摩泰·C章。 张爱玲说,原本她以为在书本上写几行题记很啰嗦很无聊,但看见爸爸这几个字让她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气息,很像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1920年9月出生在上海,住在公共租界里的张家公馆,两岁的时候搬家到天津。 也是在《思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回忆了家中的秋千架和天井,说小时候常常被带到天津的启士林餐厅去看跳舞。 前面的桌子上有蛋糕,白奶油正好跟她的眉毛对齐,吃完蛋糕,她被庸人抱回家。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环境中,所以她的感官会对细节很在意。 慢慢地,她的趣味也变得鲜巧精致。 她会这样写自己家里,松子棠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红黄的攀桃式瓷缸,里边是废子粉。 下午的阳光照到摩白了的旧梳妆台上。 我们看她写姑姑和妈妈出洋留学分别的场景。 她说,妈妈在上船那天,扶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定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 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 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痛。 妈妈绿色衣裙上闪亮的小薄片是装饰物。 张爱玲从薄片的反光写到海洋的颠簸悲痛。 这就是张爱玲写作的一个特点。 她的文字中充满意象。 张爱玲的意象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 一段文字就如同一幅画。 我们再看她在小说《陈香谢第一炉香》中的一句,说, 梁太太踏上了鞋,把烟卷向一盆杜鹃花里一丢,站起身来便走。 那杜鹃花开得密密层层的。 烟卷窝在花瓣子里,一煞时就烧黄了一块。 这一段写的是梁太太要处置手下的丫鬟, 但怎么处置呢? 把烟头扔在花瓣中,花瓣就被烧坏了。 闪亮的小薄片如同大海上的荧光, 被烧坏的花瓣如同一个年轻女性的命运。 文学上的所谓细腻敏感, 需要作家本人有精致鲜巧的趣味。 张爱玲出生在富贵之家, 小时候就会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产生微妙的感受。 比如,喝牛奶时, 她会注意到碗边的小白珠子, 也就是牛奶凝结的点状物。 除了感受, 她的情感颗粒度也会被相对富裕的环境给打磨得比较精细。 等她长大了写小说, 她会写室内的陈设, 人物的服饰。 在现实世界之上, 似乎总有一层诗性的世界。 八岁那年, 张家又搬到了上海。 此时, 张爱玲的爸爸张志欣抽鸦片抽得比较厉害。 张志欣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 坐吃山空, 对儿女也没啥责任心, 抽鸦片抽得快要死了。 幸亏这时候, 妈妈回国了, 把丈夫送到医院, 教张爱玲学画画, 学钢琴, 学英语, 要让张爱玲做一个夕阳淑女。 在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中, 有一个常见的情节是, 男人要花掉女人的钱。 比如金锁记是小叔子要骗嫂子的钱, 《倾城之恋》中是哥哥用光了妹妹的钱, 《多少恨》是爸爸占女儿的钱, 《小爱》是丈夫用五太太的私房钱, 都是男人要花光女人的钱。 这样的情节设置就是源自张爱玲的家庭背景。 她爸爸一直想花她妈妈的钱, 但她妈妈不傻, 知道钱是很要紧的, 而且她回来也不是来挽救丈夫的, 是来办离婚的。 张爱玲爸爸认为, 自己孩子应该像原来的大家闺秀那样, 在家里完成全部教育, 但妈妈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 张爱玲的原名叫张英, 火字旁加一个英字。 上小学的时候, 妈妈说英这个字不好念, 不如把英文名当成中文名, 所以张爱玲的爱玲是由英文名改成的中文名。 张爱玲在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上中学, 当时的风气是, 女孩受点西式教育, 嫁入一个好人家, 进入上流社会。 但张爱玲的家庭生活不太幸福, 爸爸和后妈对她都不好, 妈妈倒是给她树立了一个独立女性的榜样。 所以张爱玲中学时就认定, 有才华的女子早早嫁人是最可恨的事。 那时候她就认定自己是有才华的女子, 在中学校刊上发表文章。 从她留下来的几篇习作来看, 的确也能看出她的写作才华。 1939年, 上海西风杂志征文, 张爱玲写了一篇文章去参加比赛, 那篇文章就是天才梦。 这篇文章的结尾一句, 是张爱玲流传甚广的金句。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狮子。 这时候的张爱玲已经到香港大学读书, 她最早发表的三篇小说, 《陈香谢第一炉香》, 《陈香谢第二炉香》, 茉莉香片都是以香港为背景的。 我们看陈香谢第一炉香的情节, 女学生走投无路, 去投奔姑姑。 在乱世中找一个自洽的容身之地, 这是张爱玲小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她的小说《倾城之恋》也是这样, 战事来临, 一对男女结为夫妇, 找的也是一种安稳感。 不过这几篇小说发表还要再等几年,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里努力读书, 成绩优秀。 1942年12月, 日本人进攻香港, 香港大学有一位英国老师叫弗朗士, 集合了英国绅士和中国名士的风范, 他对张爱玲的三观有比较深的影响。 不过, 有时候老师教了学生什么不重要, 老师自己的命运其实也是一种教育。 日军入侵, 弗朗士说自己要去练武功, 他加入英国军队去打仗, 结果有一天回兵营的时候, 被英军哨兵开枪打死了, 没听见哨兵的口令, 被自己人开枪打死, 这是战争中的荒诞事。 张爱玲是怎么说这件事的呢? 他说, 这是人类的浪费。 关于日军侵入香港, 张爱玲有一篇散文叫《禁鱼录》, 开篇就说, 他没有写历史的志愿, 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英池何种态度, 但希望他们能多说点不相干的话。 张爱玲先写了一群女学生, 有的担心战争来了自己该穿什么, 有的陷入悲观, 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戳气, 因而得了便秘症。 他在这篇散文中先从女同学写起, 慢慢把视角放大, 写出更广阔的香港, 但比调始终是轻快的, 他写的是战争, 写的是普通人在不太平的日子里所遭受的磨难。 张爱玲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国仇家恨, 没有写民族大义, 他那种轻快迅激的描述, 带着一丝讥讽的味道。 这也是张爱玲作品的一个特点, 他讲故事的时候, 始终有一双旁观的冷眼。 我们读中国现代文学, 总有些大概的印象, 比如苦难与抗战。 张爱玲跟这些词没什么关系, 他的小说有点鸳鸯蝶派的味道, 也有英国式的个人主义。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 张爱玲返回上海, 他马上就要出手写小说了。 1943年, 张爱玲的小说开始在上海多种杂志上发表。 1944年, 他的小说集传奇出版, 接着是他的散文集留言。 很快, 传奇出了第二版, 张爱玲在后继中这样说, 等我的书出版了, 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 问萧璐怎么样。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流传甚广的金句, 出名要趁早呀, 来得太晚的话, 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这个金句的后面其实还有更深刻的话, 张爱玲在文章中说, 个人即使等得及, 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有一天, 我们的文明, 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 都要成为过去。 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 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面, 有着往往的威胁。 张爱玲24岁就成为上海炙手可热的作家, 他是说过出名要趁早, 但是他不会肤浅到只说这么一句。 从这段话中, 我们能够看出,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对世事有了苍凉之感。 接下来,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来看看张爱玲和胡兰城的相识。 张爱玲出名早, 他懂得享受自己的成功。 杂志上刊登他的作品, 有人夸奖他的作品, 他不会飘飘然。 像傅雷这样的文艺家提出批评, 他也不太当回事。 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有猥琐, 难堪, 屈服。 他觉得自己未必逃得出类似的凄凉命运。 他从小熟读《红楼梦》, 古今将相再何方, 荒种一堆草莫了。 这不只是书上的话, 这是他曾祖父, 祖父那一辈真实的命运。 身后有鱼望缩手, 眼前无路, 想回头。 这也不只是书上的话, 这是生活现实给他的训诫。 张爱玲用英文给上海的英文杂志 《二十世纪》写过很多文章, 其中一篇叫《中国人的宗教》。 他在文章中说,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 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 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 他得到欢悦。 因此, 《红楼梦》金瓶梅, 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 毫无倦意。 不为什么, 就因为喜欢。 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 而主题永远悲观。 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不过, 命运的悲哀荒凉之感没有耽误男欢女爱, 男欢女爱反过来还能帮忙对付一下命运的荒凉之感。 当时, 上海的《中英文》杂志上到处是张爱玲的作品, 有一个文人叫胡兰成, 看到张爱玲的小说, 就要来张爱玲的地址登门拜访。 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几岁, 家境清寒, 没读完中学, 就在杭州游物局工作, 然后短暂北漂, 又回杭州当中学老师。 抗战爆发之后, 他喜欢写政治文章, 用一只笔杆子赢得名声。 汪精卫理贤下市, 重金聘用, 成立了一个社论委员会, 主席是汪精卫, 总主笔是胡兰成, 周佛海等五人是评论员。 胡兰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对这个头衔很看重, 把这份社论委员会的名单写进回忆录。 汪伟政权成立后, 胡兰成当过宣传部次长, 行政院法治局局长, 当过汪精卫的基要秘书。 两三年的时间, 从中学教员当上政府大员, 也算是飞黄腾达了。 当时的上海是沦陷区, 张爱玲对日本人和委政府的一些职务聘请 都采取婉拒的态度, 但也出席过一些社交活动。 比如, 影星李湘兰到访上海, 张爱玲出席跟李湘兰会面, 这当然是给日本人粉饰太平。 不过在日军占领下, 哪些是不得已的行为, 哪些是自明得意的行为, 恐怕还是有一定的界限。 湖兰成后来的回忆录叫《今生今世》, 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民国女子》。 关于湖兰成与张爱玲的婚恋, 这篇文章是最主要的资料来源, 但我们都知道, 夫妻之间的事儿, 只听丈夫说, 或者只听妻子说, 都是不太可信的。 一般来说, 文艺今年都认定湖兰成是个渣男, 这个渣, 是说他家里有老婆, 还在外面勾三搭四的。 但从文字而论, 湖兰成五文弄墨, 想把自己卖给帝王家, 他比起安心做小说家, 有自己艺术追求的张爱玲, 美学品位上要差得多。 1944年2月某一天, 湖兰成与张爱玲见面, 谈了五个小时, 送别出来的时候, 湖兰成说了句, 你的身材这么高, 这怎么可以? 拿今天的眼光看, 这句话是在打情骂俏的初级阶段, 但在当年, 这一句轻浮话, 也有诙谐玩笑的意思, 是要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湖兰成随后写信给张爱玲, 张爱玲回信说,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胡张二人多次会面, 张爱玲送了一张照片给湖兰成, 照片背后写着, 见了他, 他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他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 开出花来。 相恋大半年后, 湖兰成和张爱玲很快结婚, 婚书上有八个字流传甚广, 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这一句是湖兰成写的。 刚才这段回忆, 都是湖兰成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的, 那么张爱玲是怎么看这段回忆的呢? 张爱玲后来给夏志青的信中说, 湖兰成在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的奇怪, 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 简而言之, 张爱玲的态度是不认可, 也不愿多说。 汪伟政权中很多人都写回忆录, 办杂志, 而且他们一边当着伟政权的官, 一边五文弄墨, 似乎他们不是一心一意做官, 而是半官半隐。 汪精卫, 周佛海, 陈公博这几个汉奸, 都在当权时写过回忆文章。 宣传部次长胡兰成, 办了个杂志叫《苦竹》, 交通部政务次长, 办了个杂志叫《古今》, 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办了个报纸叫《评报》。 张爱玲的小说, 很多都发表在杂志这本刊物上, 这是有日本背景的出版物, 日本侵略者初前搞文学, 其目的是粉饰太平, 文字有时是为自己讲试, 有时文字是为整个时代讲试。 在这个背景下, 做一个个人主义的作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 张爱玲的文采, 很受汪伟政府要人的赏识, 免不了有社交应酬, 但她不愿见那些权食熏天的人, 很多人都在她这里吃过闭门羹, 她有自己的社交原则, 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 跟人来往时, 她看中的不是对方的权力大小, 是否有道德, 而是有没有情趣, 聪明不聪明。 抗战胜利后, 湖南城逃亡, 路上还不忘到处留情。 张爱玲虽然情有不舍, 但也知道, 两人的情分到头了。 湖南城逃亡了两年, 张爱玲的文字生涯也中断了两年。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 她没有发表一个字。 1947年, 张爱玲再度发表的小说, 开始有一个明显的转向, 她不再写《墨洛贵族》了, 更多地写中产阶级男女的日常生活, 有了更多的世俗气息。 她还写成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 1950年3月, 张爱玲第一个长篇小说《十八春》开始在报纸上连载, 署名是梁京, 这是她的笔名。 《十八春》是个爱情小说, 里面加入了一些政治性的佐料。 第二年, 张爱玲发表了中篇小说《小爱》, 写的是劳动阶层的妇女。 当时现代剧作家夏衍在上海负责文艺工作, 她希望张爱玲能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做出贡献。 但张爱玲有自己的打算, 她向香港大学提出申请, 要完成因为抗战而中断的学业。 1952年, 张爱玲前往香港, 此时她不过32岁。 在香港大学读了不到一个学期, 她就开始找工作。 自由是有代价的, 选择自由, 就要承担漂泊流落的生活。 张爱玲在美国新闻处找到了工作, 她翻译了海明威、 艾莫生等人的作品, 工作之余还写了两本小说《央阁》和《赤地之恋》。 她放弃了年轻时频繁使用比喻使用异象的写作手法, 追求另一种风格叫平淡而尽自然。 1955年秋天, 她乘船离开香港, 前往美国。 好,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讲讲张爱玲在美国的后半生。 1955年11月, 张爱玲到达纽约。 1956年, 她获得一家写作基金会的写作奖金, 搬到新寒普什尔州的一处庄园, 专事写作。 在这里, 她遇到了美国作家费迪南·赖亚。 赖亚比张爱玲大了将近30岁, 已经是人到暮年, 可两个人很快就谈婚论嫁。 两人此时都居无定所, 也没有固定收入。 怎么解释这桩婚姻呢? 张爱玲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 创作力呈现衰退迹象, 她急着找一个伴侣, 可能是觉得太孤独了。 结婚后, 赖亚操持家务, 与外界打交道, 帮助张爱玲用英文写作。 然而, 她们的婚姻生活很艰难。 赖亚每个月有50多美元的养老金, 还有零星的板税收入。 张爱玲想凭借自己的一支笔 在美国闯天下, 也绝非易事。 她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央格顺利出版, 但她的第二本英文小说粉类, 却被出版社拒绝。 张爱玲在香港有个好朋友叫宋琪。 宋琪在电贸电影公司工作, 给张爱玲找来一些编剧的活干。 到美国之后, 给电贸公司写剧本, 成为张爱玲的主要收入来源。 每个剧本能有800到1000美元的收入。 1957年, 张爱玲的妈妈黄义范去世, 还剩下一箱古董由张爱玲继承。 这箱子对张爱玲和赖亚来说, 就是宝藏。 1961年10月, 张爱玲从旧金山飞赴台北。 她在美国六年, 英文写作的成绩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所以她还要回到港台寻找机会。 她想写一本小说《少帅》, 要去台湾采访张学良搜集材料, 还想在香港把《红楼梦》改编成一部电影。 这两个计划都受挫了, 张学良不可能接受张爱玲的采访, 香港电影公司理解的《红楼梦》和张爱玲想的也完全是两回事。 于是, 张爱玲在1962年3月又回到了美国。 1964年, 电贸公司大老板去世, 宋奇也离开这家公司。 张爱玲的收入来源断了, 不得不搬到连租公寓居住。 乌楼偏逢连夜雨, 上了年纪的赖亚在街上摔了一跤, 而后又中风, 瘫痪在床, 需要张爱玲照顾。 两人都知道, 赖亚不可能康复了, 只是死期来得早晚的问题。 在赖亚瘫痪的这三年里, 张爱玲申请在美国不同的大学做住校作家, 有时照顾赖亚, 有时让赖亚女儿照顾她。 赖亚在1967年10月去世, 那个时候, 张爱玲47岁, 1968年, 台湾皇冠出版社重新发行张爱玲的作品, 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 人们发现, 原来在二十多年前的上海, 曾经有这样一位女作家。 此时的张爱玲正在把清代无语小说《海上花》翻译成英语, 她还花了十年时间考读《红楼梦》, 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红楼梦眼》。 她的一些新作在台湾都得到隆重对待, 她写一篇散文会在报纸的副刊头条上发表, 她发一篇小说也会拿到上千美元的稿费。 这一阶段, 张爱玲离群所居, 宋琦担任其经纪人的角色, 为她打理出版上的琐事。 年轻时的张爱玲文采飞扬, 作品有很多华丽的句子, 喜欢用色彩浓艳, 音韵铿锵的词。 而年老的张爱玲, 由于创作激情消退, 心境淡薄, 文字风格变得平淡。 不过她并没有让自己闲着, 写了自传题小说《小团圆》, 但写完之后, 她听从经纪人宋琦的意见, 生前一直没有发表。 1985年, 剧作家柯玲在读书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姚记张爱玲》。 柯玲1943年, 在上海操办万象杂志, 当过张爱玲的编辑。 自打张爱玲离开上海后, 两人没再见过。 柯玲在文章中, 回顾了张爱玲早期的创作, 说期望看到新的金锁记, 新的倾城之链。 她说, 张爱玲在大陆的文学史上 的确被埋没了, 但往深处看, 远处看, 历史是公平的。 张爱玲文学上的功过得失 是客观存在, 认识不认识, 承认不承认, 是时间问题。 她在这篇文章中, 引用了小说《金锁记》的开头。 年轻的人想着 三十年前的月亮, 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 红黄的诗韵。 像朵云轩信件上 落了一滴泪珠, 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 三十年前的月亮 是欢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 圆、白。 然而, 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 往回看, 再好的月亮 也不免带点凄凉。 1991年起, 张爱玲的作品 陆续在大陆重新出版。 1992年, 在美国隐居的 张爱玲立下遗嘱。 此前, 她对自己的旧作主义修订, 1992年在皇冠出版社 出版了张爱玲全集。 1995年9月初, 张爱玲意识到 自己不久于人世, 她在洛杉矶的公寓中 安静地等待死亡降临。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孤老太太 确切地死亡时间。 9月底, 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 把她的骨灰 洒入大海。 后来的张爱玲 没再写出新的金锁记, 也没有新的倾城之恋。 她从1943年 到1944年那段写作巅峰 是年轻人璀璨的燃烧。 此后, 那种适宜她发挥才能的环境 已经不复存在, 她在二十四五岁时 就展现出了一种 世事动明, 人情恋达的老辣, 就有一种命运的荒凉质感。 我想, 也许正是这些特质 帮助她平静度过 后来五十年的坎坷岁月。 好, 这就是张爱玲的人生故事。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她身世显赫, 外增祖父和祖父 都是清末的重要人物。 张爱玲从母亲那里 学习到了独立和个人主义精神, 从旧家庭那里 领会到了命运的苍凉质感。 第二, 1943年到1944年, 在上海的沦陷区 是张爱玲的黄金时期。 尽管她后来的作品不少, 但前期的传奇和流言 还是被当作她最经典的作品。 第三, 张爱玲1952年去了香港, 翻译和写作。 1955年又到美国纽约, 开始英文写作。 1961年从美国短暂 回到香港写电影剧本。 她把这一年访问港台的经历 写进了散文, 重访边城。 此后她就一直留在美国。 她本希望以英文写作 在美国打开一分天地, 但这个愿望落空了。 从世俗层面讲, 张爱玲在美国的后半生 有很多艰难, 但她作品中的可读性、趣味性 给后世无数读者 带来了莫大的享受。 她对人生苍凉处境的理解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观察 体验人生的独特角度。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因为原本还在存在